《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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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 約了一位 特別嘉宾 歡迎 哈哈哈哈 做主持人來講 說實話 最簡單的一句話 千萬不要說錯 我知道 兩個字 其實做主持人 有一個最大的好處就是 拉票的機會更多一些 還有一點 從頭到尾不能上廁所 我不行 我常常 必須 哈哈哈哈 我是覺得他可以放鬆 他只要更放鬆的話 因為在那個舞台上不是一個 直接主持人的要求嘛 大家更清新的去彈音樂就好 其實有很多話要跟大家講 但是我給他講了很多小窍門 也就是說如何能夠 潛意識拉票 潛意識拉票是做主持人的福利 但是我覺得他是一個 無私的人 所以想必大家會看到舞台上一個 他替別人拉票的情況會更多一些 這裏是由15年如一日 專注眼部護理的完美 冠名播出的我的紀錄片 我們的歌手 在今晚我是歌手第二輪淘汰賽中 每一位歌手都呈現出最精湛的表演 而最終胡彦斌的離開 讓所有人心中都充滿遺憾 很捨不得 在這個舞台上 各位老師其實都是像朋友一樣 而且感覺越來越熟 對於我來講 我是尊重這個比賽 以及最重要的觀眾的朋友 大家開心一點 這樣其實是給我們兩個人 可以提議一下 今天我們所有的歌手在一起參加他們 我知道 但未來不是我 認真的我每一分鐘 我的未來不是夢 我的心跟著希望在動 我知道 我的未來不是夢 我認真的我每一分鐘 我的未來不是夢 愛的心跟著希望在動 我的心跟著希望在動 白白 加油 胡彦斌 我覺得她是天才 在音樂上面的想法 因為從第一集到這一集 她的改編跟她的唱功 真的是很棒 而且每一集都是給你一個精彩的一次 所以冰冰這個今天離開我還是挺遺憾 天生就是做歌手的人 她的個性 她的興趣 她的能力 而且在音樂上做得非常的自由 所以我相信冰冰路還特別長 而且她的音樂走到一個更多元化的一個階段 大家都特別喜歡她的面具 包括我們開玩笑的時候 都希望她跟我早一點 結束這裡的征戰之後 她能給我們 有空給我們冰冰去 當然是開玩笑 但真要離開的時候 大家也覺得很惋惜 因為大家通過這幾週認識了 然後我們互相之間 除了微博 我們還要留微信 沒事的時候互相聊聊 我們的友誼一定會繼續下去 我剛才出來的時候 走到兩個照片的地方停住了 我先看了陳建宜 然後 我又走到胡彥斌的照片那裡 看著她剛剛用油水筆簽過的名字 然後那個水很多 那個胡子 那最後那一下那個水一直流到照片的最底部 證明她剛剛簽過 離開這個房間不久 我沒有讓任何人看見 我很難過 不想再表達了 這個離開其實我獲得了非常多 我獲得了最後那麼多的歌手 給予的安慰 以及大家對我的尊重 以及那麼多工作人員的不捨得 看到了大家這麼多的人對於我的肯定 其實這些對我來說是一個最大的鼓勵 我覺得說 我有享受到它 我有在這裡盡情地揮灑過 吶喊過 唱過 我回想起來我覺得我是精彩的 所以千萬不要去難過傷心 被譽為音樂魔術師的她 在這個舞台每一次顛覆式的改編 都讓歌曲焕發出新的生機 她的才華在這個舞台展現得淋漓盡致 越過山江 雖然你白了頭 一點安靜 忍不住相信 衡量不出愛與不愛的情編 耶利亞 神秘耶利亞 只是經營你我彼此的承諾 你此次地衝動 多年你又愛她 想給你白色襪子 和你身上的味道 而熟悉不厭真的觀眾也許知道 她的創作篇復 早在剛開始接觸音樂時 就有所體現 哈囉 妳好 妳好 我的親愛 一般我就在這裡上課 冰冰那個時候 到我家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音響和混響全部關掉 她就要非常真實的聲音 能聽出她聲音裡面有什麼瑕疵 就是她那種從小就對自己要求很高 這幾張照片 像這個是在我老家 那時候她已經開始會改編歌曲 剪輯啊什麼的 幫她改 因為有首歌特長 中間的建制部分不是很合理 她就幫她改 那時候大概應該是二十不到 每年的年初是我的一幫子學生 都會來給我百年 那應該是03年 帥吧 她跟同學真的是大家都很喜歡她 我覺得冰冰最強的一點就是 永遠是跟自己挑戰 我覺得她這個是很了不起的 她就能拿這個老歌 經典的歌曲拿出來 去作為改變自己再次創作 那這個其實風險很大 她真的是幾乎是每次都成功的 我是歌手這個舞台 對燕冰來講是一個很棒的舞台 對 因為燕冰是一個很有唱功的歌手之外 最重要的是她很會改編 很會改編音樂 那也希望所有的觀眾能夠 更去細細的推敲她在改編 每一首歌曲當中的用心 然後好好去聆聽她的努力 大家好 我是陶哲 其實我知道這次冰冰有參加這個 我是歌手 非常驕傲認識這個音樂人 雖然年紀輕輕 可是我覺得冰冰 你真的是有你自己的一個風格 有你自己的一個獨特的 創作的一個方向 當然我覺得最重要的吧 就是還是要給觀眾 給大家驚喜 這個是最重要的 我知道 你可以做 加油 來 群姐 嗨 群姐 你好 你好 來 請進 請進 這位是 這是我的女兒叫叔叔好 叔叔好 來 請進 群姐 那個老太太沒在這 我媽媽去海南了 因為天氣比較冷 然後腿也不好 她去到那兒泡門泉去了 好好好 好 這個是我的 我媽媽 喂 媽 姥姥 是我 小群 媽 你看《我是歌手》這節目了嗎 看嗎 怎麼樣 太好了 你見嗎 她那個就是昨天 我就有一個人在屋裡頭 當我看了她看完以後 我都情無自主地給她鼓掌 但太好了 太穩了 是原來咱們的哈尔明老鄰居啊 她說看完了 看完以後她說的 太好了 她說我為她驕傲 為哈尔明驕傲 我說謝謝你了 很小的時候呢 她特別好那個模仿大花臉 上小學的時候 沒發現她怎麼唱歌啊 大概初中以後 那個年代那個 譚詠麟的歌特別受歡迎 她就模仿譚詠麟 後來上高中的時候呢 在學校小有名氣 就叫小譚詠麟 她喜歡吉他 媽媽就給她買了一把 八十多塊錢 可能我母親的這個工資呢 在四五十塊錢 為此攒了兩個月 她那個時候放學 一進家門就開始彈的吉他 之後呢 還是給她報了一個班 李健是多大歲的時候 開始跟你學吉他的 上世紀 1988年 或者89年吧 那時候 她剛來的時候 就對吉他就挺感興趣 比同期的同學 學的要好一點 她是暑假來的 等到寒假的時候呢 她那已經能彈琴唱歌了 就彈著吉他 彈著就不錯了 我記得很清楚 就是她這個就 就過來給新的同學 做示範表演 當時有幾個 也就是幾個人嘛 好像免了學費 其中就有她贏 1993年 李健參加清華大學的 特長生東訓營 並順利地通過了 音樂特長生的選拔 保送清華大學電子工程系 你好啊 你好你好你好 我是李健的同年級 同宿舍同一個合唱團的同學 我叫哈達 裡面飄出來的歌聲呢 是我們清華大學校友合唱團 每個週末堅持的 一個排練活動 他們在裡面已經開始唱了 我帶大家進去看看 邊演過去 這些呢是李健的師兄師姐師弟師妹 李健絕對是團裡的南高升部的主力 李健呢可能工作比較忙一點 但是呢但凡團裡有什麼重大的活動 他一定會回來參加的 包括宋柯老師 也是我們合唱團的成員之一 李健是屬於一進來 就是非常明星級的這個人物 是的 是的 他是九歲開始學彈吉他吧 是九歲嘛 對 九歲吉他 五點吉他 對 所以進來之後 就琴彈得特別好 然後加上自己的音樂天賦 又寫了一些校園歌曲 然後我們也經常在一起 在清華大草坪上一起彈琴唱歌 當年李健是唱民歌的 他進來的時候 有些老師跟我講 是唱三峽琴進來的 我是直接後來帶他聲樂課的老師 所以李健來了以後呢 就是直接參加合唱隊的排練 我們有正規的聲樂的訓練 他參加了一個讀唱重唱聲樂課程 同時他還要參加我們合唱隊的排練 他是南高音的骨幹 也經常要參加我們藝術團的領唱 獨唱 或者比賽 代表學校 所以在學校當中 也可以說 李健也是大展身手吧 我們的學生在清華園裡 不僅是學霸 他們還有很好的空間 他們正是從學生的文化藝術活動中 培養的能力 培養的興趣 最後走上了藝術的道路 1998年 李健從清華大學畢業之後 進入了國家廣電總局 成為一名廣絡工程師 2000年年底 李健辭去了工作 受到盧庚居邀請 組建水木年華組合 正好李健的那個時候 也剛剛畢業 也心懷地對音樂這個夢想 就這樣一起來 組成了水木年華 因為夢見你離開 我從哭泣中醒來 看夜風吹過窗臺 你能否感受我的愛 後來這首歌到處都在放 就感覺是真的是 紅了這首歌曲 那一上榜就是在北京音樂台 還有一些相關的很多很多人 因為他都得了冠軍這樣一個好的成績 多少人曾愛慕你年輕時的容顏 可知誰能承受最悦無盡的變遷 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來了有花 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邊 而成立了快兩年的水木年華 正處在事業的上升期 兩人卻發生了分歧 導致組合解散 對於當時解散的原因 在上期節目中 李健也坦言一言難盡 我一直有很好奇兩個事情 藏了很久的一個內心的一個話 我都一直不好意思問 既然現在不在你面前這樣問 我覺得是一個最好的時機 就是當初為什麼跟盧庚旭分手 所以現在要回答這些問題了嗎 所以現在要回答這些問題了嗎 主要是盧庚旭 主要是盧庚旭 一言難盡的 哈哈哈哈 水木年華的音樂來說呢 其實就是加入了一些搖滾的成分 也就是說應該說是民謠搖滾 那李健是比較空靈婉約 應該說是音樂追求的 這樣的話可能就會產生了一個矛盾 從水木年華退出之後 李健發布了四張個人專輯 在2010年央視春晚上 王菲翻唱李健 在八年之前創作的傳奇 大家才重新關注起這位 有著空靈華美唱腔的李健 在任何一個領域裡面 都有一個大概的一個規律 就是需要你默默地忍耐 一路耕耘 我以前呢 就沒有王菲唱我傳奇之前 我對自己也一直有信心 我覺得自己沒問題 你也沒問題 只不過需要時間去滲透到大眾 卻沒能等到陽光下 這秋天的景象 2015年李健成為了 我是歌手第三季的首位五位歌手 我幫你請你 沒有 進化形容一下你現在的心情 心情 對 心情 心情很平靜 對 作為第一位歌手 你現在心情很平靜嗎 因為我現在剛睡醒 你迷就迷到那邊怎麼回事 我們同正門同後門 正門 正門 走正門 埋著火車 為何我的夢 小心 想走 你這差一步 一步之遙 你看我突然間唱這種 賣火車的小女孩 對這太冷了 哈哈哈哈 在我是歌手的第四場敬演中 李健這位音樂詩人 氣定神弦 雲淡風輕的給我是歌手的舞台 帶來一首如詩如畫的 《貝加爾湖畔》 在我的懷裡 在你的眼裡 那裡春風沉醉 那裡綠草如影 她的整個表演 跟觀眾有接上地跡 你可以聽出她的那個 她的感覺 她的內心的那個走心 而呈現的一種 讓她的音樂 她的歌聲跟聽眾 接在一起的感覺 多少年以後 如雲伴遊走 那變幻的腳步 讓我們能牽手 她像個詩人 她在演唱的時候 似乎你很難把它去 放在如此激烈 絕拙的這個靜靜舞台上 這是一種 像是一種魔法 會帶著大家去 追憶思慮 冰雪的神情 李劍不負重量的《青峰殺日前三》 完成首秀之後 在第五場 李劍驚艷轉身 挑戰由瓊瑶填詞 鄧麗君翻唱的《在水一方》 在李劍清澈空林的淺淫滴唱中 這首四十年前的經典 如畫卷般 徐徐展現在觀眾眼前 忍着眼海裙 照顧勒 躲嘭 聞事 让你有一种讲故事的感觉 好像是远方传来的一个声音 它整个就像 如果用电影的画面来说的话 它的气氛已经给你设计好 你一听你就进入那个境界 李健今天的歌声 好像蒙着一层水气 特别的空灵 特别的飘渺 他唱出的《在水一方》 我个人的感觉已经 不再是一首情歌 他唱出了一种人生的意境 听他的歌感觉就是 刹那就是永恒 自从上周五登上歌手舞台之后 李健这个名字 开始在微博 朋友圈 铁巴 持续刷屏 也成为网络搜索的热门人物 李健温文尔雅 沉浸内敛的音乐诗人形象 以及他空灵华美的嗓音 一下子俘获了不少粉丝 李健的姐姐 也将我们的歌手独家爆料 还原一个现实生活中 真实的音乐诗人 我们家他算是一个 有点洁癖的人 处女座吗 没错 处女座的人 特别的干净利落 这些是一部分 最近看的书 比如说这种 哈扎尔子典这种 我就没看过几遍 是很难看的 你看他作者 比如塞尔维亚 他这样说你得看几遍 我是一本书得看很多遍的一段 另外拿到科恩的专记 我挺喜欢的 其实我看还是很凭兴趣 不用说和谁一定推介才会看 还是凭意愿 音乐也应该在我看来 也应该这样 就是你听你最想听的 歌手也是就你唱你最想唱 他非常喜欢健身 经常跑这个健身馆 他看起来呢 也是属于那种 穿衣鲜兽 脱衣有肉那种型的 有一次上我家来之后 兴致勃勃的 他姐你看看我练的 这一身肌肉 把衣服脱了之后 给他拍了好几张 我说中国猛男来了 我说千万不能 给我泄露出去 在观众看来 李健总有一种 与生俱来的沉静与低调 不论身处低谷或巅峰 他都能坦然面对 有不少粉丝担心 李健的音乐 不适合歌手这样 带有竞赛色彩的舞台 不过从两场的表现来看 他用出色的表现 打消了这种步虑 李健的云淡风轻 几乎让所有的人 在瞬间感受到一种 独特的魅力 我觉得我很爱 李健的声音 因为他的声音非常空灵 然后又非常有内容 我觉得李健的歌 特别适合在下雨天 喝着一杯清茶 然后听他的歌 一定内心会有很多 翻腾的内容会出现 他是个没有企图性的一个 他就遵循着自己的秉性 他是按照他自己性格 来走他的音乐路 觉得他这样的自然的一个人 是让人觉得很舒服 我在我们当初一起唱歌的地方 给你打气 给你加油 希望你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喜欢健哥也有十年了 他的歌会让你在 可能某一个不经意的瞬间 感动的落泪 他是一点一点地走进你的心里 他的魅力不仅局限于 他一如既往对音乐的执着和坚持 他本人也是一个很可爱的人 哪怕你写到八十岁 我们也都会一直跟着听到您的八十岁 这次健哥登台 我是歌手而感到非常开心和骄傲 加油健哥 你的歌融入了我的生活 陪伴了我整个青春碎月 我多想回到朝上 再回到他的身旁 让他的温柔闪亮 泪不为我的心上 我是歌手 全场加油 一切加油 赶紧回来开店 台上的歌手都有着初衷的表现 而放下话筒回到生活中的歌手们 又是什么样的呢 本期纪录片带您走进歌手七节房 揭秘歌手台下的有趣故事 今天如果不老乡 有钱跑个前上 没钱跑个人上 幸好不要用投票啊 那我今天选了绿色的饮料 那我赶紧把这一杯干了 我当成你的面 我为了抽你那个 我把这一杯干了 请派我干这一杯 下一条说到做到 希望不要一期 因为一期节目得了讨厌 不行 吸管已经解不了我的渴了 我多贯的信心 我的天 我讲个快仗义了 好 好 最讨厌的柠檬我也吃了 你这个是准备拿来干嘛的 烧咖啡的呀 对呀 天啊 这店是准备拿来干嘛的 手创咖啡不得呀 手创咖啡不得呀 我没有人家能够干嘛的 会想到有人比我还要疯 间隔咖啡冲泡教学时间 咖啡叫喝它本来的味道 先倒一点 让它慢慢渗下去 好 生差不多了就可以倒 要很有耐心 均匀一点 冠名播出的我的纪录片 我们的歌手 就在本周 我是歌手的观众席 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观众 我看到一位 我们香港的大前辈在场 宝宝杰 宝宝杰代表着五则天 很久不见 坐在里面都觉得很兴奋 而且我更加惊讶的 地方不大 竟然有那么多台的机器 这个是我做这么久的节目 都没有看过的场面 很伟大 我是歌手舒适率不断攀升 观众网友热切关注的同时 其高品质的音乐呈现 和真诚的音乐态度 更是吸引了社会各界的 口碑好评 我是歌手 他代表了一种 大家对于品质的要求 因为同类的节目那么多 还有音乐 现在大家听到的音乐作品 也都是至少参差不齐的 但是他至少就让大家明白了 就是说有品质的东西 始终会等到大家的喜欢 都认可 对于我们这种在海外的人来讲 其实能看到这种歌唱的华语的节目 其实还挺好的我觉得 我觉得我是歌手这个节目呢 就是提高了观众的品位 然后让我们看到了一个 更高的一个竞技平台 我很喜欢李剑唱的《贝加尔不快》 然后我很喜欢他的声音 我喜欢古剧《记忆记载》 加油 从三年级就看人喜欢你 我现在大三了 威明加油 脸映熊卷 我觉得第三季 我是歌手就是一场 视觉盛宴和听觉盛宴 我爸每天都是把所有的这些 我是歌手的这些曲子 都串烧起来 是天天气 我最想对古剧《记忆记》说 你真的很可爱 你真的好得意哦 在南非华人里面的话 我是歌手这档节目 在我们心目中是No.1 我从第一集到现在 每一期都会看 我们是去问韩红老师 第一周幸运的李女士 通过我们的歌手栏目组的 微信公共平台 直通我是歌手的录制现场 本周又有一位幸运的杭州朋友 再次通过微信公共平台 来到了我是歌手的 录制现场 感受了一场音乐盛宴 你好 你好 我是那个纪录片 我们的歌手给您来送票的 真的吗 都报名了 微信啊微博啊打电话 然后就各种方式 然后你们所有的微博微信 我都关注了 就是只要有能拿票的途径 我都想办法了 关注了您的那种 纪录片的微信 然后里面有个活动 他就是转发他的微信 然后把截图给你们 就有机会能拿到文照 哈啰 你好 现在心情怎么样 心特别激动 我觉得运气特别特别好 如果他唱得特别嗨的话 我也觉得我也会站起来 然后又跟他一起帮助鼓掌 看到这个现场 我就觉得自己兵器特别好 能到现场来看 这不是他们的海报吗 我跟他们合影 我觉得到现场的话 整个音响的效果 包括舞台的那个灯光效果 就是感觉跟演唱会一样的感觉 可以看到他们每个歌手的舞蹈啊 表情啊 我觉得他们每个歌手都特别投入 然后再唱歌给我们听 看完本期节目 您是否也有冲动 想要来到现场 聆听震撼的音乐 每周五关注我的纪录片 我们的歌手 您就有机会成为 现场的一名幸运观众 下周晚三二点 我的纪录片 我们的歌手 继续为您讲述 歌手台前幕后的感动故事